十二年国教,课程总纲定案,国文必修将会比现行减少四个学分。 而对于这样的结果,抢救国文教育联盟感到既沉痛又意外。 因为即便教育部表示,国文还有四个学分的选修, 但是这对于提升学生的国语文能力是无济于事。 痛批,马政府是大砍国文教育的筷子手。 决心过无数次记者会呼吁增加国文上课时数, 当十二年国教课程总纲确定一百零七年开始, 高中国文必修将比现行减少四学分时, 抢救国文教育联盟只有沉痛和绝望。 把国文学学检减,马总统从今年起会赢得一个令人难忘的头衔, 那就是有史以来,他创造了最低最低的国文时数, 他和吴思华部长联手成为有效的部队, 成为砍国文的筷子手。 410教改之前,高中每个礼拜有六节国文, 民进党执政后变成四节, 联盟没想到马政府上台后没有增加, 反倒缩成三节,他们要问国文基本素养没了, 十二年国教谈什么,适性洋财。 我是现在不痛心也不棘手, 我是观看一个国家的轮亡,感慨万千。 张教授刚刚说,干脆废了国文, 那当然是一个计划。 我要说这个台湾在临时自杀。 联盟表示,90多位中研院院士联署后, 数学必修维持16学分, 但一万多份来自全国一百多所学校的联署, 想让国文学分不被砍, 这声音政府都没听到吗? 记者林小慧,沈志明,台北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